你可以把 BEFORE 改成 AFTER 其實如果把 BEFORE 改 AFTER 的話 邏輯上就會稍微轉變一下 其實也不是很複雜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它改成 AFTER 的話 有沒有 AFTER 的話就是後面 所以如果說假如說 你要把它從假斑排到 HIGH 斑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思考 你可以先把假斑放到最後一個 再把乙斑也放到最後一個 那如果你把它都放在最後一個的 這個順序 它會一直往前擠 往前擠的話有沒有 它就會變成說 把假斑就放在第一個 HIGH 斑就放最後一個 所以如果我假如這樣寫的話 有點像之前寫過那個什麼 AD的方 AD有沒有 AD是 AFTER 有沒有 然後SHITS的話 你就是SHITS哪一個 最後一個嘛 最後一個還記得吧 叫做SHITS 有沒有 點什麼 點Cons就好了 SHITS點Cons的話 意思說這邊總共有幾個 13個 所以意思說幫我把它放在 最後面這裡 那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這樣 把它執行的話 也就先把假斑先放在最後一個 有沒有 現在假斑已經放在最後一個了 然後下一個的話是乙斑嘛 把乙斑放在最後一個 有沒有發現 乙斑就排在後面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方法 有沒有 就排對概念嘛 你先去排到最後一個 再下一個排到最後一個 然後最後幾 幾到最後一個 那全部就不是按照順序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 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 那個絕對不是只有單一答案 只是看你怎麼寫比較順 你就怎麼寫就OK了 有的人習慣用APT 有的人習慣用before 反正你寫得出來 排得出你要的結果 都OK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你除了用那個什麼 我們剛剛 就是會建一個清單 有沒有 那你想說老師 如果我今天不想建清單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建在正列裡 建在之前講過的正列 當然可以啊 那正列跟那個清單 就是在那個range 最大的差別是那個range 是看得到的 那如果你建在那個什麼 建在正列裡面是看不到 就是只能在程式裡面看到而已 那你run的時候 它就是在記憶體裡面 的一個變數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要把它改成不用清單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 就之前講過的 建一個正列 那正列的建立方法 就外面包一個array的一個 function 一個函數 它就會幫我把這些東西 自動變成一個大括弧 其實正列就是大括弧 然後丟到這個 這個什麼 這一個變數裡面 然後我們只要什麼 特別是它的編號一定從0開始 0到12 總共13個 正列一定編號從0 因為有些同一 正列會容易搞混 就是常常因為esale是從1開始 但正列就從0開始 所以比較麻煩 有的時候 位置可能會因為這樣關係 你就會取錯 那就錯落 所以假設我們要取裡面的順序的話 假設我就不取上面清單的資料 而是直接取什麼 取正列的資料的話 那我就for i 等於0到12 那sheets什麼呢 第一個的話就是my sheets 這個小瓜虎 特別是要 裡面就擺一個i 那i第一次是0 所以意思說 如果我今天裡面擺0的話 那就會抓到哪一個呢 抓到假斑 他就把假斑這個字串 搬到這邊來 就是假斑 sheets 假斑 點move move到哪裡呢 before 特別是要 第一個的前面 第一個的話因為這個i的數字是0 所以一定要在這邊加1 如果你沒有加1的話 他一定會出錯 因為sheets裡面沒有編號0這個東西 所以這邊一定要自己加1 ok 那所以這邊把它run下來 基本上也是 結果也會跟剛剛一樣 就是先抓那個第一個 然後這個的話會抓到假斑 假斑移到第一個 不會已經第一個了 那如果我要顛倒了 假設我要把它假斑 乾脆搬到最後一個的話 那怎麼做呢 其實也是一樣 你可以 這邊一樣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after 你可以把它改 或者乾脆把它放到 這邊的話如果 像剛剛一樣 我們after 然後sheets 這邊一樣 sheets.com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啊 幫我假斑搬到最後一個吧 有沒有 假斑搬到最後一個 然後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以斑 搬搬到最後一個 有沒有 其實也是一樣嘛 所以感覺好像喔 如果你要做排序的話 好像搬到最後一個 這樣好像最 最怎麼講 好像這概念好像最簡單 似乎又比剛剛要來的簡單一些些吧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如果用正列的方式來敘述的話 記得喔 記得喔 前面加個array 再把這個正列一個一個逐一的取出來 那也就這樣的話呢 你將來呢 你就不需要這個清單的這個欄位了 沒有這個沒關係喔 ok 像剛剛這個如果沒有的話 假設我執行正列 這個這個 這個沒有ok 但是如果你現在執行這個的話 他一定會出錯 因為他抓不到資料 這個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就來看第二個單元 第二單元的話呢 就在底下 剛剛的正列就在這邊 各位可以了解 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單元喔 就再來就是我們需要做什麼 把那個工作表分割為工作部 那意思就是說呢 把假班有沒有 比如假班 我希望就把它存一個 Excel檔案 那存在哪裡 首先的話 剛剛開始我們先有些部分手動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存在桌面上 所以按右鍵新增一個資料夾 這裡面叫VBA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那個假班到嗨班 13個工作表 自動幫我存13個Excel檔 就放在這邊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請你先在桌面上鍵資料夾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的路徑在這裡 C碟 C冒號斜線 他是放在users裡面的 這個scu this tab 所以這總共有1 2 3 4 4層目錄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放在這裡的話 那要怎麼做 首先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這個工作部怎麼樣 按照這個清單 先這樣Ctrl Z好了 把它敷衍 按照這個清單 那如果沒有清單 你可以用正列 按照清單一個一個存檔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會用到一個叫Copy的指令 那什麼叫Copy 我們也可以再利用那個減4 即時運算算來看 剛剛的話是用那個什麼 如果我今天改成假班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假班 假班有沒有 後面的話呢 如果我們剛剛是用那個 Move 那這個時候呢 換另外一個叫點Copy的指令 Copy的話呢 特別需要 Copy顧名是用複製 那複製喔 理論上會跟那個什麼 add Move一樣 你要複製到哪裡 如果我要複製到 第一個的後面好了 所以你可以什麼 第一個的後面 後面的話是after 按enter 有沒有 冒號等於 然後第一個 第一個的後面 第一個的話就是shits 有沒有 然後第一個就給他e就可以了 ok 好 這樣的話意思是copy 到第一個的後面 所以如果我執行這一行的話呢 它會產生什麼東西呢 按enter 有沒有發現 這邊呢 就多一個假班 它因為名稱一樣 所以自動幫你加一個 小刮52 如果你再enter一次 應該它會變刮53 我看enter 有沒有 再多一個了 ok 所以 點copy的方法 跟什麼 跟剛剛點move 點add 還蠻像的 哪一個工作表 特別需要 這個工作表 你可以是一個名稱 也可以是數字 它有兩種表示方法 ok 那我們說名稱 不過呢 現在你想說 老師我現在不是要 複製工作表 我現在是要怎麼 要把它變成一個工作部 Excel檔案的話 那怎麼做 不過我們在講那個 活躍之前 先把這兩個刪掉 如果要刪掉的話 應該知道吧 用什麼 用點delete 比如說 我今天的話 要把這個 第幾個delete 第二個delete 那怎麼 第二個 點什麼delete 第二個enter 第二個刪掉了 然後第三 再來也是第二個 第二個刪掉 有沒有 哪一個刪掉 delete 好 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 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那個 就是 工作部的話 特別注意 一樣用copy 一樣是假班 不過請各位特別注意 假班 不是假班 假班 假班 ok 如果我要把它變成工作部的話 特別注意 一樣是copy 但是請特別注意 後面的話 如果你假設要把它存成工作部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什麼 任何 後面喔 不用加apps也不用 before 那這個意思說 幫我存成工作部 ok 特別注意喔 沒有任何東西的話 它是把它存成一個工作 enter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enter 有沒有發現 它就跳出另外一個什麼 活躍部 有沒有 這個活躍部是什麼 因為點copy的方法 它就意思說幫我copy另外一個 怎麼了 另外一個活躍部 那只有把假班的這個工作表 自動變成一個活躍部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最重要的是什麼 點copy就好了 什麼事都不用做 只是說呢 將來當然我們不是說 每一次點copy 每個都跳出來 那這樣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還需要做什麼 再把這個怎麼樣 存檔起來 有沒有 以前是要什麼 另存心檔 然後存檔 也許存在哪裡呢 存在桌面上的那個 我們剛剛開的那個目錄 然後名稱叫假班 有沒有 按存檔 把它關起來 可是喔 如果你今天是 重複一直執行的話 當然需要一個回圈吧 所以後面回圈的話 當然一樣 for i 也許等於1到13 然後呢 我們一樣是點copy 第二個的話把它save 那save的話呢 有save save save s ok好幾種方法 最後的話把它關掉 這樣就完成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所以喔 我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喔 如果最後實行完畢的話 這個 這個回圈部先不要存檔 ok 那我run一下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它全部run完的話 就這一個 那路径應該ok 我把它run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 它就一直閃一直閃 閃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資料夾 有沒有 13個全部都在這裡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的那個點copy方法 那這裡的話 其實 最重要的部分 後面其實還有一個什麼 利用那個令存心檔 那令存心檔的話呢 那令存心檔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不是用那個工作表物件喔 是用工作部物件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就是 欸 因為它已經跳出來那一個 叫活業護衣喔 那個就是 指的就是 active workbook 那個工作部呢 後面你只要加一個點 save as 所以這一串後面 你當然第一個 active workbook 可能要記一下 點之後的話呢 它會自己跳 這個參根 你可以打一個s save它就出來 save就直接存檔 可是問題存檔 沒有檔名不對啊 save as 其實這裡的話 其實用save as 跟save copy as 好像都可以 不過最後我是選擇用save copy as copy as 另外再幫我存一個檔 ok 存一個檔 那存一個檔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那你的file name 檔名要叫什麼 那這個時候特別注意喔 你就要給它需要的檔名 那這個檔名怎麼來的 請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你要告訴它路徑 c冒號斜線底下這個目錄 就把它貼過來 第二個的話呢 一定還要多一個斜線 因為在這個vba的目錄底下 會有一層喔 底下喔 然後呢 我們需要什麼呢 需要一個 串接哪一個 串接哪一個 串接x喔 有沒有 假斑 所以你要把這個x這個變數 放到這裡來喔 所以放在這裡來的話 你再加一個and 有沒有 x 但是還沒結束喔 如果你不太會的話 你可以這樣啦 你可以在這邊先打個假斑好了 然後後面記得要點 副檔名一定要給xl sx xl sx ok 然後後雙引號 這個時候當然 這個如果每一次都存假斑一定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的名稱是來自於x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假斑怎麼樣 把他換成x 那用的方法跟之前那個 加一個i的變數一樣 算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那就是加一個x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的符號怎麼樣 把它分開來 這樣子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來run一次 再run一次 最後記得喔 save copy 則是存過來 記得你最後的話呢 就要必須要把它關掉 那怎麼把它關掉 特別注意喔 也是一樣用這個active 目前的工作部件 點什麼呢 點close close就是把它關閉的意思 那後面的話 他問你要不要存檔 因為我們只是把它copy過來 我們不需要存檔 所以這邊的話你打一個false就可以了 false就不要存檔 或者你不打false你打0也可以啦 其實0就false啦 ok 這樣子 那我們最後再把它切回來 那所以呢 我再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這樣跑 按F8好了 for i等於第二 這個意思是從第二列喔 指的是我要抓這個名稱喔 他剛好在第二列 所以2到14 然後先抓什麼 先抓假斑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x就假斑 將來我存檔要用它 然後copy 有沒有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他跳一個什麼 另外跳一個叫活躍步15 這個編號不斷會改變喔 所以不確定 那我就沒有辦法說 他如果你用那個workbook workbook加x的話 那個物件 你就不知道這個叫什麼名稱 那所以我們叫active 意思說目前這一個啦 那我不管啦 反正就這個啦 就這一個 就不用再另外再知道它的名稱喔 所以active意思就是這一個 目前跳起來這一個喔 ok 然後呢把這個幫我存檔起來 存到哪裡呢 存到這個路径底下 所以他這個時候就幫我把它save copy as 存檔 存過去喔 ok 存過去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 close的時候呢 後面加一個0 或加 或加 force 意思說這個就不要了 不存檔 那反正我已經call過去了嘛 檔案已經存在了 那這個就不要了 所以把它關掉 不要存檔 有沒有 ok 然後再換下一個 dc類推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變成什麼 一般喔 然後直接讓它跑 全部跑完之後的話呢 欸就可以看到 我們要的 這個結果 13個班旗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喔 我剛剛講的這個 是在第2個 這個第7個單元裡面的 啊 02的這個工作表分割 成工作部的部分喔 就在這一段喔 那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來 謝謝